呵,呵呵,都来了吗?还是那群人,没用了,已经没用了,鹰虎符他已经毁了,他们想要的线下除了自己这条命,什么都没有了,毁得干干净净,听见蓝忘机和温宁的低声呼唤,他这才轻轻地偏头看过去,温宁什么时候来了,而那人终究还是生气了吗? 他从来没有见过脸色这般难看的人,发红的眸子依旧死死盯着自己,仿若刚才那声轻患使他听错了一般 魏无羡,你先是杀了金子轩,后又偷拒了他夫妇两人魂魄,不知何用,还残害无辜世家弟子性命,真是罪大恶极,该住 都是对魏无羡声讨,又是之前的套路,好像这世界除了那么几个人,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不存在这个世界似的,只是能有资格取他性命的这些人中又有几人,哪怕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手中的陈情越窝越紧,可看着慢慢走进自己的蓝忘机和温宁,还是泄力地松了开 他本就不想伤任何人性命,也答应过这人和他哥哥不会伤人,只是为什么他会站在自己这边 任凭那边的人如何呼唤也丝毫不理会地陈卓脸慢慢地靠近了过来 他看着他,拔出毕尘,心里顿时一阵了然 是啊,蓝湛他和自己终究不是一路人,他是角角明月,是世家弟子楷模 他家里的人也在那边看着他,哪怕存有昔日情分,如何又真的会 呵呵,呵呵 看着提剑过来越发走近的人,魏无羡只是惨笑了几声 可下一瞬唇角便被有些带冷的手轻轻一扶 蓝忘机在他的惊恶中擦去那一抹刺眼的红 随后,竟是握住他没有拿陈情的另一只手,直见面向世家众人 蓝,蓝湛,你,我陪你,陪我 魏无羡,听言却是背脊一凉,发力想抽出被握住的手 可蓝忘机力气大的可怕 他如何也抽不住,心里几分慌乱 不行,蓝湛怎么能陪他 他本就是将死之人 悔福已经耗尽他几乎所有精血 身体已然被吞噬殆尽 而体内仅残留的怨气被他全部注入了陈情之中 只是因为最后能结束自己生命的 他希望是自己或者是他愿意付出生命的人 而不是那些贪欲的世家众人 可线下的变故却让他一时间无所适从 临了临了,他如何又能连累他,毁了他 想不到最后陪着自己的净是这人和温宁 可还是狠下心冷声道 蓝二公子还是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生或死,那是我自己的事 无需旁人插手,也无需旁人陪着伴着 他看见蓝忘机脸色快速地冷了下去 握住自己的手越发用了力 可还是用了最大的力气使劲抽出自己生疼的手 蓝忘机没有说话 他的心如同被刀脚般的疼 终究于这人还是一个旁人便替代了所有 再一次,再一次地又把自己推出去 可他没有办法,从来都没有办法 只要那颗心还为这人跳动 终其一生,在无数于自己之日 魏无羡见他没有什么反应 却也不再多说些什么 只是离他远了许多 该说的他已经说清楚了 只希望这人离自己越远越好 可不等他再有下一步动作 下面便有人出声骂道 魏无羡,且不说你犯下的罪恶 到底是用什么邪门歪道控制了蓝二公子 如此邪术,当真是令人发指 世家众人从一开始见蓝望鸡举动 就一致认为他是被魏无羡控制 不免又出声骂道 是,我是控制了他 那又,话没说完 清冷的声便打断了所有 蓝望鸡先是死死地看着他 那沉痛的眼神 只叫他不敢直视这人的眼 随后又定定地看着众人 没有谁控制我 他在哪我在哪 听言世家众人一阵唏嘘 随后便是不可置信的谩骂 如何他们也想不到他竟会和魏无羡一起来 对抗自己众人 眼中带着怨恨 直直地逼迫蓝家一众人清理家中这善恶不分的人 而魏无羡却是再一次愣在原地 他不曾想这人竟是固执如此 蓝湛,你何必,何必 是啊,何必,收回对魏无羡的视线 手中的毕尘握得死紧 当真要把自己这颗心赤裸裸地挖出来 放到这人面前 他才会明白吗 到现在 他竟还问自己何必 心中苦笑几分 蓝湛 被那赤裸裸又伤痛的视线刺得难受 魏无羡只觉得自己呼吸都变得紧促 可那人只是片刻便收回视线 他却依旧死死地看了过去 他当真做错了吗 不等再多想 那声刺耳的叫骂便传了过来 好一个蓝忘机 竟是不顾家规 不顾廉耻 与这邪魔外道身处一起 近日定私下你这道案贸然的皮 与这魔头供下地狱 话刚落 本就乱得可怕的魏无羡 听言辩带着杀意看了过去 原来是苏舍 早就对蓝湛怀恨在心的 被逐出蓝家的苏舍 只是他千不该万不盖 不该在自己面前诋毁那人 自己都舍不得洞分毫的人 唇角 勾起 一丝冷笑 陈情吹响那一刻 除了江兰两家 所有人都冲了上来 而天空中 黑红的雾团 也是瞬间便直逼向苏舍 在鬼魅撕破胎衣服那一刻 未无现象什么 都看不见似的 头脑中一片空白 随后却是大笑起来 眼中都带了泪光 他看着气闷 一般渐渐很利 却不伤人性命 护住自己的蓝忘机 看着同样也在 侧护住自己的温宁 看着一脸不可置信 沉着脸走上来的江兰两家人 看着所有厮杀着的人 看着不知为何又 全部停下来的所有人 突然间觉得 一切是那么的荒唐 那么的可笑 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怨气 把苏舍带到自己面前 一步又一步地走近 眼中嗜血般的红 勾起的笑容 只叫人寒毛耸立 就这样带笑地 掐住苏舍的脖梗 一把撕去他身上残留的衣服 轻点着那些不人的恶疮 随后手中力道慢慢地收紧 他听见苏舍艰难地呼吸喘壳 却还是依旧带着笑容收礼 直到那声小心翼翼地喂鹰 他才愣愣地看了过去 哦 原来是蓝战啊 怪不得声音那么好听 人也那么好看 可为什么他要一点点 掰开自己紧捏住苏舍的手 为无限平静的眼神里 慢慢有了情绪 突然间发疯似地 挥开蓝忘机的手 为什么 为什么要掰开我的手 连你也要阻止我吗 一句一句吐出的话都带着新甜味 眼前闪现过从前的一幕幕 他的人生 他的亲人 他的一切都被这么地毁了 为什么最后愿意陪着伴着 他的人也要阻止他 手下刚要发痕 又是一声清河传来 魏英 他死了 一切都死无对证了 终究最后残存的理智 还是让他松了力 是啊 他死了 一切都死无对证了 可这一切 这一切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呀 真相大白又如何 一切都在不能回到从前 可偏偏 偏偏他不能不让那些死去的人安息 松开对苏舍的束缚 魏无羡 从大笑到痛哭 直到那害人的红丛口中 源源不断地溢出 人也软倒下去 他看见蓝忘机 抱住自己惊慌失措的脸 更看见 原是苟延残喘的苏舍 趁机拾起地上的残剑 让人反应不及地向着他后背 刺了过来 嗯 时间 如同静止了一般 蓝忘机 看着自己被推开后 魏无羡胸肩插着的剑 一掌便把苏舍拍出很远 人也被蓝家弟子抓住 看着那大片大片的 红圆圆不断地流出 他止不住地发抖 不是颤抖地去捂住 魏无羡的伤口 就是去擦拭他口中 呕出的鲜血 不 不要 魏英 不 还是 还是护住了 真 真 好自 再没说出口 那细瘦苍白的手便垂落在地 指缝尖尽是血迹 终于 终于他可以歇歇了 最后他还是护住了想护的人 真好 他累了 真的累了 再不想参与这世间的烦扰 遗憾的是 始终还是没有好好对这人说再见 对不起了 小骨板 魏英 蓝旺鸡轻轻地推了推在 无任何反应任何气息的人 天地间好像只剩下自己的呼吸 浑身的血液都倒流一般直冲向头顶 耳旁轰轰发明 他轻握住那沾满鲜血 无力垂落在地的手 抚上自己脸庞 为什么这么冰冷 为什么 他的魏英为什么这么地冷 是不是真的很冷 失去理智般地把人紧紧拥抱住 魏无羡就这样安静地养在他臂弯 惨白清俊的脸上血迹斑驳 紧闭着眸子 而蓝旺鸡就这样趴在他无力地搏梗处 听话得可怕 好似随便他怎么折腾都可以 直到一旁的陈情无端就这样断为两劫 声响细微 却把蓝旺鸡彻底地震醒 撕心裂肺的吼叫荡在山间 许久都不见消散